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 当一个女人 愿意把自己最隐私 最喜欢被人摸的几个地方 要是让你摸了 那么就是把自己交给你了 第一点是 女人的手 偶然的肢体接触 对于女人来说 其实都是排斥的 尤其是和自己不喜欢的人 那么当男人触摸女人的手的时候 甚至是牵起女人的手的时候 女人要是不反感的话 这就很说明问题了 你还犹豫什么呢 第二点是 女人的头 头发是女人很在意的部位 可以为了头发花很多的钱去做保养 轻易不让自己的发型变得凌乱 也不喜欢别人碰自己的头发 但是 要是在一起的时候 你抚摸着女人的头发 女人并不反感的话 甚至是有一种被宠爱的感觉 其实就代表着你是她默认的男人了 第三点是 女人的腰 对于女人来说 女人的腰是很敏感的一个地方 基本都是不愿意让自己不亲近的人触碰 所以 但你偶然或者故意触碰女人的腰的时候 女人如果不反感 甚至是主动的话 那么就恭喜你了 女人这是喜欢你的表现 所以 除了这些 你还知道女人喜欢触碰哪些地方呢 欢迎给我们留言讨论 今天 我们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 记得帮忙点击订阅 加点赞